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 The Wave 的頻道 今天我們有 WF-1000XM 3 和 WF-1000XM 4 進行多方面測試 如果你們看完這條影片之後,覺得有用,覺得不錯,歡迎大家留言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可能或者準備買的朋友 測試分開三部份 第一部份,降噪測試 第二部份,音質測試 和第三部份,大家最重視的通話測試 最後就是總結一星期使用 WF-1000XM 4 的感覺 包括缺點和問題 以下大家聽到的聲音和感覺都是個人的主觀感受 並不可以全面反映不同人對聲音的靈敏程度 因為用了不同的耳面或者耳膠而出現的偏差 首先的是降噪測試 在降噪測試裡面,基本上全頻率都有提升 最大的提升是中至低音 現在有一段噪音給大家感覺一下兩者的差別 首先的是 WF-1000XM 3 現在來到 WF-1000XM 4 現在來到 WF-1000XM 4 好了,進入音質測試 為了測試 WF-1000XM 3和 WF-1000XM 4的差別 我關閉了APP裡面的 DSEE Extreme Auto 手機裡面的 Dolby Amos 和 DSEE Ultimate 而 WF-1000XM 4用最高連線品質 亦即是 LDAC的音質優先設定 WF-1000XM 3就用AAC連線 這部分的測試亦都分了四部分 評分滿分為10分 分別測試低音、中音、高音和層次 WF-1000XM 4的低音和中音 似乎因為Sony重新設計了6mm單元的原因 明顯感受到有幾大的改善 要量化的話 WF-1000XM 3的Clear Bass要設到加5 先有WF-1000XM 4加0的程度 而高音亦都有提升 在WF-1000XM 4可以比較容易聽到齒音 這個算是一個高頻率提升的表現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厲害的齒音的話 可以去APP的Equalizer 將相應的頻率稍稍降低 那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層次方面 感覺到層次分明了不少 在這裏 感覺LDAC某程度上幫了不少 在這個測試裏面 10分滿分 WF-1000XM 4低音拿7分 中音6分 高音6分 層次拿5分 WF-1000XM 3低音就拿5分 中音5分 高音3分 層次3分 跟著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通話測試 我測試的地點只有一個 因為我覺得這裏已經可以完美反映到最差的情況 要注意的是 我採用的方式是經過Voicemail去協助錄音 有機會不可以完全反映到實際跟對方通話的品質 這個地點是葵方地鐵站 繁忙時間下午6點鐘 首先的是WF-1000XM 3 我現在是用上 WF-1000XM 3 我現在用上 WF-1000XM 3 相信不用多說,已經心中有數 如果用WF-1000XM4 想令對方更清晰地聽到你說話的話 我會建議給平時傾電話的聲音稍稍再提升一點 那就應該可以有六七成的對話,成功聽到 最後就總結一下過去一星期使用的感覺 對比WF-1000XM3,有感覺到是全面提升 那我就講一講經過一星期體驗到的問題 1. 封切聲 基本上已經解決,加上可以做到自動切換 令封切聲基本上不再需要透過MVM3模式 去人手做一次切換 同WF-1000XM3一樣 需要關閉了外麥克風去減低封切聲 所以降噪能力降低了 不過相較WF-1000XM3,沒降低那麼多 講多一點細節 根據我的測試 WF-1000XM4需要四至五秒去完成偵測及切換模式 由降低风噪模式回复至降噪模式就需要10秒左右 如果可以的话,会不会可以缩短回复至降噪模式的时间呢? 或者设定侦测风车声的敏感程度 2.在WF-1000XM4版本1.1.5里面 几乎只要一播放或者暂停影片或者音乐的时候 就算是YouTube的preview 都会有0.2秒左右感觉到关闭了降噪 无论是降噪模式,甚至乎环境声模式都会出现跳一下的问题 希望可以之后有BugFacts 3.承接上面,Quick Attention Mode感觉到有两段切换 降噪模式底下都是先关闭降噪,然后开环境声模式 由环境声,着重于语音模式的底下 一样都是先去关闭降噪,然后再切换至普通的环境声模式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遇到额外的问题呢?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条影片就有空留言按个like 订阅The Wave 去看到更多的相关影片 还有打开影片更新提示 我们有空再见,拜拜!